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9月17号 小民之心网站开始试运行了 欢迎大家前来浏览 前天,习近平和普京举行了会谈 这是他们二人在今年2月 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见面 这也是习近平这次前往中亚参加上和组织峰会 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只是对于这次国内外都格外关注的会见 中共官媒新华社只做了一个极为简短的报道 其中特别提到 习近平指出 今年以来中国保持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 中方愿通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 以及普京预祝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 相信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不断取得新成就 这也就是提前祝贺习近平连任 此外 还提到普京表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许多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俄中友谊与互信 俄中全面战略习多伙伴关系稳固如山 这儿得注意的是 新华社的报道 完全没有提及正在发生的乌克兰战争 当然也就不会提及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显而易见 中共当局在国内的宣传中有意回避这个问题 然而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乌克兰战争是这次会谈的重要内容 普京在和习近平会谈一开始的正式讲话中 便提到 赞赏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所持的平衡立场 此外 普京还出人意料的提到 俄方理解中方对于乌克兰战争存有疑问和担忧 俄方将在会团中详细解释他们的立场 但普京在这个讲话中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也没有明确说出习近平的问题所在与担忧的具体内容 尽管如此 普京的这番讲话依然引起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 昨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 题目是 普京称理解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疑问和担忧 这篇文章认为 普京表示理解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疑问和担忧 这是普京对北京也许并不完全赞成俄国入侵乌克兰 值得注意的承认 尽管比较隐晦 也就是说 根据普京的这番话 纽约时报的文章证为 北京并不完全赞成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 这显然不是事实 这是对中共当局的一个重大的误判 一个过于乐观的误判 我们知道 就在几天前 中共的三号人物 政治局常委李战书 刚刚在俄国就乌克兰战争做出了极为明确的表态 根据俄国媒体播出的会谈影片 李战书告诉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 在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 中方一直对俄罗斯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 李战书说 就像现在的乌克兰问题 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采取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 中方表示理解 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侧应 我认为可以说是俄罗斯被逼到了墙角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而采取的一次反击 在习近平会见普京之前 李战书对俄国进行正式访问 而且李战书还特地先到海参崴 见过了普京 然后再访问莫斯科 这足以说明李战书负有特殊的使命 那就是当面向普京通报 中共对乌克兰战争现状的关切 和中共当局的态度 以及中共二十大的安排 为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做准备 此外 李战书在莫斯科的表态 实际上给了习近平一些空间 让他不必在公开场合 大肆渲染对俄国的支持 因为参与上河组织峰会的 其他那些国家的首脑 都不支持俄国对乌克兰发动企略战争 俄国需要中共当局的公开支持 普京需要中共当局的公开支持 李战书的表态满足了俄国的需要 也满足了普京的需要 李战书的这个表态 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被视为中共当局迄今为止 对俄国做出的最有力的支持性表态 需要指出的是 李战书本人在对外关系上并没有决策权 关于李战书向俄国杜马主席的表态 这绝不可能是李战书的个人见解 更不可能是他擅作主张 这一定是中共当局的立场 一定是习近平的立场 李战书道出的就是中共当局 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真实立场 应该说 李战书的这段话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的初期 中共的外交发言人就有过类似的表述 只是俄国方面 在习近平和普京会见的前夕 公开李战书的这段讲话 确实耐人寻味 而且普京在和习近平会谈的一开始 便表示要对中共 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疑问和担心 做出详细的解释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中共当局对俄国发动乌克兰战争 并不存在不赞成的问题 相反 中共当局他的疑问和担心的 应该是战争的进程 为什么如此缓慢 俄国为什么没有全力以赴 打垮乌克兰 要知道 乌克兰战争已经爆发半年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疑问的话 显然不是对战争原由和战争性质的疑问 假如真有那样的疑问 不会等到现在才提出 至到如今 中共当局的疑问和担心 只能是质疑俄国 推进这场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而不可能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当性 可以肯定的是 除了栗战书这次和普京会面 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半年多时间里 习近平和普京 想必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就如习近平所说的 今年以来 中国保持的 只有成效的战略沟通 那么 目前 所有的疑问和担心 一定 只和当下的事情有关 确实 习近平在镜头面前的讲话 对乌克兰战争只字未提 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习近平不支持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 习近平明确提到将支持俄国的核心利益 这就已经足够了 重要的是 那些公开的讲话和表态 只是为了应付舆论 那只是他们想让外界知道的那一部分内容 更关键的部分 则是习近平和普京的闭门会谈 而这些内容则是密不识人的 如果我们只是根据双方公开表态的内容来做判断 那注定会出现偏差 事实上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国外长后来告诉记者 闭门会谈一直很好 他说 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评估完全一致 根本没有任何差异 我们将继续协调我们的行动 包括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 显而易见 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习近平不可能疏离俄国 中共当局亲俄抗美的战略也不会发生改变 中共当局支持俄国发动乌亚战争的立场也是不会改变的 习近平在三年没有走出国门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夕 坚持要与普京会面 这本身 就是对普京的巨大的支持 习近平不在意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 而是担心他们的侵略受挫和失败 法国媒体报道说 普京 在与习近平会见后透露 习近平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失败表示忧虑 事先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俄国会失败 习近平更是不会想到俄国会失败 事到如今 习近平已经陷入两难之中 俄国一旦被打败了 那中共当局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但是公开的军事援助俄国 中共当局也同样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习近平不可能不焦虑 不可能不担心 对于普京来说 和习近平的这次会晤 关系到了俄国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 很多国际媒体都注意到了 普京对习近平的讨好 英国卫报提到 由于战场上的脱折和遭受经济制裁 俄国领导人似乎热衷于讨好中国国家主席 还有媒体形容 普京这次是拿着帽子去见习近平 也就是对习近平极为的恭敬 新华社的报道说 普京表示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谴责个别国家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采取挑衅行动 然而根据俄国方面的记录 普京是直接谴责美国挑衅中国 这当然是在极力的讨好中共 只是普京没有想到 中共当局竟然那么的忌惮美国 当然习近平对普京也十分的亲热 有国际媒体就注意到了 美国总统称普京为凶残的独裁者 英国首相说普京是一个绝望的骗子 而习近平却称普京是我亲爱的老朋友 他们知道习近平目前不会抛弃普京 无论是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还是人民日报的牛弹琴 他们都多次说过 美国把俄国高卡之后 下一个想都不要想 必定是全力的对付中共 这应该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一个共识 他们绝对不希望俄国垮台 他们宁可牺牲中国的利益 也要支持俄国 支持普京 目的当然是要维持中共的统治 事实上 中共当局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已经给予了俄国巨大的帮助 中共当局强化了对俄国的进口和出口 贸易额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根据中共海关的数据 今年前八个月 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0%还多 尤其是中共当局加大了 俄国的石油天然气的购买量 五六七这三个月 购买了创纪录水平的俄国石油 俄国已经超越沙特 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不仅是石油天然气 中国从俄国进口的煤炭 也跃升至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等于是在给俄国输血 当然 中国也向俄国提供了大批的商品 这其中想必有不少的战略物资 此外 就在习近平和普京会面的前夕 中共还派出了一支三千多人的精锐部队 前往俄国参加联合军事演习 甚至就在和习近平和普京会面的同时 中共派出军舰与俄国军舰在太平洋进行联合军事巡逻 中共当局公开的反对制裁俄国 并且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一些重要表决中 一直公然的支持俄国 更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可以说 中共当局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和手段 对俄国进行支持 有些可能还处在秘密的状态 不为人知 中共当局绝对不希望俄国失败 中共当局并不是不想军事援助俄国 他们只是忌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 而与什么和平理念和国际正义没有任何关系 目前不仅乌克兰的局势正处在最关键的时期 乃至整个国际局势都处在最关键的时期 甚至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中共当局明显正在观望各方面的行动 并在估计事态的演变 而中共当局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中共的利益 而不是中国的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 中共当局不会放弃 亲俄抗美的基本战略 最多他们只会在策略上做出调整 今后中共当局还会继续强化和俄国的关系 甚至不惜公然的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于未来没有任何值得乐观的地方 除了彻底打败俄国 打垮中共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订阅 点赞 留言 转发 小明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